影片開始前,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?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,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,影片開始 Let's go 來,Eric Eric,你開買Eric Eric Eric,一次 喂 Hello Eric,你好,來,安安幾歲,哪里人 40多歲,天津人 天津的朋友,好,來,這位天津朋友,你想說什麼 第一個,接下來剛才這個話題就是講那個 工資的,那個工資的 其實,中國經濟呢,從那個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R&A呢,學藝術的,我覺得學藝術普遍讀書比較少 他們也,而且他很年輕,他也沒有那段那個經濟啊,社會的經歷,他也沒有經歷 嗯,所以,要按照他的思路呢,就是,那以前計劃經濟的時候,大家工資水平都差不多 嗯,對吧 最後,中國的計劃經濟怎麼走不下去的,為什麼要轉市場經濟,嗯,對吧 這個,我就不贅述了,就是,他的利益點好像是,就是,大家的這個工資,或者這個問題 我,這個勞動力的這個問題,肯定是個社會問題 嗯,但是,你想要這個,這個社會它不斷去前進,是要通過勞動力去創造價值 嗯,它有一個市場定價機制,嗯,這就是,中國為什麼從計劃經濟體制要到市場經濟體制 也是通過市場,嗯,來判斷,你提供的這個價值的這個高與低,嗯 嗯,對吧,剛才那個,朋友已經說了,嗯,關於他這個,為什麼會產生這種,低勞動力價值的這個問題 就因為你在整個,社會或產業鏈裡面,你創造價值比較低,所以它會比較低,對 那,提高收入的,根本問題在於哪呢,根本外,你得提高自己,呃,專業能力 或者是你勞動力的價值以後,你就能獲得高收入,嗯 我就說一個我自己親身經歷,我,我一開始,學歷水平也不算很高,嗯 然後起來的時候,工資的時候也很低,嗯,然後呢,我甚至,當時有工作的時候,一個人做大概三四個崗位的工作,嗯 嗯,而且呢,我有時候就是,呃,沒有加班費,就自己工作到,晚上大概十二點呀,有時候工作一兩點,嗯 我,我工作幹什麼呢,就是要提升自己的這個價值,嗯 嗯,這樣的話,我比如說幹了一年以後,再重新在,在談這個待遇的時候,呃,有些公司,你不要指望,就是比如說公司,它能很公平的,或按照市場,它去對待你的價值,嗯 嗯,那你自己的能力提升了以後,你是提高你自己的選擇權,對 選擇權,就你在市場裡面,你的自己的定價機制,你用,我最後我,他還按照原來的,可能去看待你,他可能覺得你是不是,呃,因為雇主都會有這種的情緒,就是,哎,碰到一個,能提高一個高價值的人,然後能,有一個低工資,對 嗯,他是很喜歡的,但是,當你發現,這個雇主存在這個問題,你努力工作,不是為他努力工作,而是為你自己努力工作,是 你是要提高你自己的價值,所以,當你發現你的雇主,不能發現你自己的價值的時候,我就不跟他續約了,嗯 嗯,那我不跟他續約了以後,他又招了三個人,來代替我的工作崗位,嗯 對吧,然後我的,去找到新的平台,新的崗位以後,我的價值提升了,嗯 所以,在這一路上,你,你只有自己不斷地提升自己的業務能力,專業能力,創造更大的價值,才會你的薪資水平才能提高,嗯 嗯,你,你,如果他是學藝術的,嗯,你有本事,就像那個,教主他,他老婆那樣,什麼也不懂,嗯,就會幾眉弄眼,嗯,然後弄完以後,還能,你要有本事,就走那些特例去 你說,教,教主是那個,娛樂教主,黃教主,他老婆原來是老的,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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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其實都是業內的知名的,大腦根本就不在線,也不懂什麼,嗯 嗯,攀附資本,然後當資本工具去,那當資本工具也是一條,啊,你要有本事啊,你要攀上資本啊,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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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市場,不要把那個市場機制的,這個,這個,存在這個現象,把它當成一個,必須的制度把它調理的,還有一個就是,其實皮花,並不是說所有的觀點,大家都覺得他不對啊,嗯,皮花有一點說的挺對的,上次我聽到就有對的,嗯,比如說, 哦,我其實經歷的就是,別的地區的,不算太發達地區的朋友,啊,他在當地呢,大概他工作的,這個,就一般的薪資,也就三四千塊錢,嗯,不會有太大的,這個,但是他,他選擇什麼呢,他們就選擇,出海,嗯,出海去,比如說去韓國,嗯,去日本,嗯,做一些相關產業,因為,他們那邊是缺人的,嘛,對,對吧,對,然後,比如說,那個,有供應的, 相應的領域裡面,咱們有記錄,還給的,他在那邊呢,大概,呃,幹了七八年,呃,每個月的工資,大概,和人密比大概一半多,嗯,你在國內,你就,因為,都很卷嘛,嗯,你的這個,勞動力定價,他就提不上去嘛,是,你要在國外,你有這種渠道以後,嗯,他大概幹了七八年以後,攒了一筆錢,回來自己做個生意,嗯,這也是一條道,對吧, 對吧,嗯,這就是通過你不斷的去提升,你的能力有了以後才行,你光說不出付出,嗯,然後,比如說996的,這個,我在這個過程中,我就,只要碰到,你自身,能夠大幅度的這個,提升你能力的時候,嗯,我不介意996,嗯,我甚至為了業務,在,在單位裡面,熬了通宵都有,嗯, 因為有時候要趕那個業務進度,嗯,你得去區分什麼,消極的去,比如說加班,和沒有提升的加班,嗯,其實對你來說,這麼沒有意義,嗯,比如說,嗯,我有一次,就,那次,化完工作以後,到了這個,新的單位以後,第一天,我就加班了,嗯, 嗯,第一天加班以後,我就干到了,晚上9點半,因為他召集這個任務,非常召集,嗯,那,他,把你召集來以後,發現你,當時就能升任的岗位,當時就能做,我第一個月,過完了以後,我就轉正了,嗯,工資就提升了, 嗯,這都是跟你的能力相匹配的,嗯,嗯,對吧,不是說,全市場到處都是關係,嗯,就是市場機制激活了什麼,激活,實際上是激活了這個勞動力市場,嗯,以前如果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時候,你是沒有這種機會了,嗯,大家基本都,嗯,都沒有什麼活力的,嗯,這時候,市場經濟是帶來的時候,你可以通過你快速的提升你的能力,去找到市場裡面的, 高附加持的一個岗位,嗯,是存在這種機會的,嗯,他為什麼不看到這種正向的機會呢,嗯,對吧,你不去踏出這一步,和你不去努力去提升去,然後你去埋怨,啊,社會制度不合理,這個不合理,那個不合理,自己什麼都不做,嗯,有什麼意義,嗯,中國到今天的強大,不是說都是嘴巴說的,都是, 一代一代的人,我看到了很多的人,嗯,我跟你說,看到那個,比如說,嗯,有那個上市公司,那個核心團隊,財富自由了,在財富自由之前,那些人是很拼的,嗯,你光看人家最後,哎呀,身家可以了,財富都自由了,你沒看到,他當時,熬著去,也做研發,做實驗的時候,多辛苦,嗯,我們就說,今天市場裡面, 有些亂象,比如,文魚,文魚市場和,體育市場裡面,很多人,跟他的,價值不匹配,啊,那個裡面呢,是有一些行業周期,和一些,行業的一些潛規則在的,嗯,他們提供的那些價值,跟,他們所創造的價值,大不匹配,嗯,但是那個裡面,畢竟是少數人,嗯,它不是一個行業的普遍現象,嗯,但我們看到,反過來,我就剛才提到了, 為什麼現在是,結構性實驗,因為,大家都,當時都追逐了什麼呢,互聯網呀,房地產,這種就是,資金積累的,槓桿的時候的,效應的時候,嗯,熱點產業去了,嗯,當,市場,總有一天,開始回歸到,一個新的周期裡面,你發現,你所原來,追逐的那些行業,你現在的能力,和現在的什麼,科技為主導的行業,不匹配了, 嗯,嗯,嗯,對吧,嗯,好,實際上是帶來這個問題,現在是,有意什麼呢,就是,你現在有意的把資金,往科技來的去挤,那你只能找,未來的機會在哪呢,就是,嗯,跟上時代的節奏,跟上產業的節奏,跟上行業的節奏,你去找你的新的定位,才會有你的,你的這個,價值的增長點,或者是你,重新評估你的價值,嗯, 嗯,好,OK,你,你,越來越去,有用嗎,沒有用,嗯,要不然你就是,國外,國外的現狀是什麼呢,比如說,日本,日本,論資排倍,是吧,我們一個朋友在加拿大,嗯,原來很早移民去了,哎,孩子供應出來了,得,呃,進了這個,加拿大的這個,國家的這個銀行體系,嗯,現在很年輕, 30多歲就當了這個,地區高管,然後以後有可能還能成為議員,嗯,這個,他這個商場通路還可以啊,嗯,這是,相當於走了一個比較增值的道路,你放到日本,不可能,嗯,60歲以後見了,嗯,都能告訴我,對不對,OK,它一個,固化和封閉的社會,你說那邊去哪去講理去,嗯,對不對,那,你,你,你如果有那種激發的那個, 那個增值的機會在哪呢,嗯,所以說,不要把一個,這個,日常裡面比較合理的現象,按照你自己的,非常幼稚的,不是特別全認知的這個觀念,去去套,其實是什麼呢,經歷太少,讀書太少,好,OK,OK,嗯,我,我,我簡單說一下,就是說,呃,這個,就是,解放軍的這個,呃,就是這個, 做的那個什麼,做的那個,基地那個,還有一個是,你還要講啊,你,你,你,簡單說一,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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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講那個太,太大了,啊,好不好,啊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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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講這個經濟就好了,啊,你再講兩個話題,我今天都要收播了,啊,好好,好,OK,OK,OK,好好,謝謝,謝謝,OK,OK,OK,拜拜,嗯,好,來,下一位, 驚喜,現在是工商時間,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,我的YouTube頻道,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,叫做白金會員,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,加入白金會員,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,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,成為高級成員哦,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,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,哎,你加入就知道了,還不加入,還不加入,還不加入, 趕快加入